今天的话又来到了我们的聊点杀第九期了 这一集的话我们是首先先要介绍一下今天要吃的东西 这个是不是很赞 这个是之前一直想吃的 因为蜡笔小星我也是偶尔看的 他是一直有吃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蜡笔小星的那一罐我记得是很大一个的 动画里面是很大一个 然后这里面是很小一盒 这是巧克力新型饼干 上期我们说到的这期会吃这一个巧克力酱的炒面 它这个是前任节现金版的一个巧克力炒面 我们先泡面吧 泡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吃这个东西 先把这个东西拆了 然后没拿剪刀 没拿剪刀这一次 剪刀在吗 剪刀菌不在 不在 它出去了 OK那么我们看一下还是三个酱 这个是巧克力酱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半的酱吧 也不知道是什么酱 它没写什么酱 好像是巧克力粉末 这个是巧克力粉末 巧克力酱巧克力粉末 还有这个味道是什么酱 都是酱 都是酱料吧 这一杯水正好 其实应该到吃水线 但是无所谓了 蜡笔小星饼干 当然还有收集卡之类的东西 有张卡片包 抽卡时间到 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卡 25枚卡 这要买25盒还不一定那个啥 它说用剪刀剪 我们直接撕呗 粘纸啊 我去 这是粘纸啊 我看它这里有写到 一共有 25张粘纸 我拿到的是这个是什么粘纸 再给我吃一些蜡笔小星 好吧 我就说这头上这一搓是什么东西 它眉毛还是在的 能不能看到里面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这一个一个五角星 有点像儿童早餐 古物早餐这种东西 很棒 挺好吃的 这也太少了 一包不够吃 二瓶小星里面是 很大一盒的那个 手抓着吃 然后这就这么小一包了 特老师提供了一瓶这个 喷的那个 雾形的这个 定型水 然后一喷 我好像一撸就这个样子了 反正弄个大杯头 然后 失败了 然后就随便吧 就这样吧 总比之前的那个 储下来好 现在是这样的 还是老样子 我把这个面的水给倒了 这一次我是站着拍的 不是坐着拍的 坐着拍可能不太清晰 然后把这个水给倒了 这个面泡了好久了 然后把这个撕开 还是老样子 已经很熟练了 在操作手段 撕开 然后把水倒到这个里面去 倒到碗里去 好 倒完 OK 我们把这个面 盒子撕掉 量还是很多 跟那个我们上级吃的那个蛋黄酱炒面量 比起来还差不多 还没那个多 我觉得 还没那个 没那个多 为什么那一盒多呢 这盒好像有点少 感觉那一盒东西比较多 这盒就少了 那么这个先倒这个酱 嗯 还是烧烤酱的味道 只不过可能那个 这个酱换成了这个 巧克力酱不是蛋黄酱了 我们拌一下 OK 拌了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个酱料给浇上去 以后吃的话先浇这个 再浇那个 还撕不开 这么难撕 这个开口没有那个好撕 没有那个包装好 失测了 本来想熬个造型的 这个弄不出来 它这个酱没有蛋黄酱好弄 然后把这个弄一下 这个粉包 它应该这个四口没有蛋黄酱做得好 不错吧 嗯 这个应该是巧克力粉吧 用辣别小心的饼干点碎了一下 反正都是巧克力嘛 对吧 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开吃了 我们先尝一下这个味道 味道不错的应该 看上去很诱人 而且味道很香 那这个甜甜的炒面 我还是喜欢吃咸的 这个甜的有点怪 这感觉真的感 感觉很怪 大家自己可以尝试一下 用巧克力拌面 什么味道 就是它这个巧克力 可能跟 大家自己买的 就是巧克力 去把它弄化了 来拌面 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个早上 现在几点 现在九点多啊 我早上八点多开始录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吃完吧 这个量好像没有那个 蛋黄酱炒面多 蛋黄酱炒面 我觉得量很足 我们先吃饱了 就算了 吃饱了 但我还是放得很相似 就算了 就算了 因为你不是 咸的 我就 我 我 好 好的吃完了 那么这个面量没有上次那个蛋黄酱的面多 因为这个面的话是可能是比较甜 他们厂商可能会考虑到如果吃多了会觉得腻 但我觉得蛋黄酱那个肯定比这个好吃 因为是咸的嘛 甜的话我觉得江浙户这边呢还能接受这个味道 如果是口味比较淡的那些地方地区的话 不建议吃这个 因为真的甜甜的感觉 没有一丝咸味的这个泡面 炒面嘛身心承受能力还是很差的 这个味道如果不太喜欢吃甜的观众吃的话 感觉跟那个哈利波多豆差不多的 还行 不过我还是喜欢上一期的那个蛋黄酱炒面 这个面就一般般了 这个面还单独买了花了我26块钱 我不知道这期能不能赚回来 但脱小只说他吃了之后也是感觉味道怪怪的 可能跟我感觉是差不多 没有炒面没有炒面的感觉完全就是巧克力瞎糊弄的感觉 怪不得它是一个什么情人节 我觉得吃了这个情人节你想分手的话 赶紧给你的这个另一半吃这个吧 真的吃完马上就分了 巧克力炒面的话我我给我给4分 然后辣比小新饼干的话我给5分 这个巧克力炒面真的没有上期的那个面吃的吃的饱 也没有上期的那个面好吃 上期那个面咸咸的 我挺喜欢咸的这种面炒面之类的 甜的炒面真的有点有点抗拒吧 感觉怪怪的 这一期我们吃的东西就先到这里了 接下来就是读评论时间走 大家好兔小只又来读评论了 其实兔小只每次读评论都是急性发挥 所以有时候音调有点怪 可能也会唱唱歌更哼小曲完全凭心情 有时候会有点噪音 虽然默默大会默默的把它给削掉 也有时候会削不掉 削不掉你们就随听听吧 默默大兔小只漂亮吗 问号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默默的 绝对漂亮 在我心中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怪不得我吃起来怎么难吃啊 原来要把水倒掉啊 这位观众你吃这个炒面拌面 你不倒水那变汤面了 对吧 那肯定还是要倒掉的呀 这个你作为一个吃炒面的 这个方便面的这个炒 它写的是炒面 那你还是要把水放进去 那这不知道什么滋味了 再走试看 就是炒面的里面 炒面的方便面里面 放那个放酱料再放糖 那是什么滋味 默默的你和兔小只关系 是不是很好 问号 当然好了 好到说不清楚了已经 兔小只同学 你已经转化成唱歌读评论了吗 问号 求回答 看心情啊 心情好我就会唱歌啊 心情不好我就正常一点读啦 你看我现在应该不是很正常 兔小只怎么变成典型竹心缸了 还带外地口音 兔小只变成了 加外地口音的并行杜心缸 莫涵你有没有想过开个淘宝店啊 把在聊点傻里的东西都放在上面 方便大家买 现在才87可能东西比较少 以后可以这样下 你也说要一直开这个视频 但是资金问题 弄个淘宝店 不就能更好地继续这个视频了吗 你说呢 其实淘宝店的话 我这边还是想说一下 就是如果我要把这个 我聊点餐里面吃的东西 放到淘宝店里面去 一我是没有货源 二的话 大家都是学生党 你看看我吃的东西都是 什么90块的 80块60块的 而且淘宝店上买的话 基本上都要用到支付宝 支付宝嘛 又要绑定这个 不是支付宝 淘宝 对淘宝用到支付宝 支付宝 它要绑定实名的 才能购买 然后学生党们又是 可能有些都是未成年 没有身份证 所以说呢 我不太想开这个淘宝店 而且开淘宝店的话 我就没有精力去录视频 因为毕竟我这个人的话是 只能专注一件事情 如果有其他事情分神的话 就两件事情都干不好 而且淘宝店的话 开起来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把个东西放上去 你们就可以买 因为通过这个货源 发货 以及这个售后服务 对吧 这三点 是最重要的 如果货源出了问题 责任还在我身上 而且这个货源不是我买的 我买的很多店 他们都是自己去日本 把这个东西带回来的 就是类似于代购的这种东西 我又不可能跑到日本去 把货带回来 然后再卖给你们 这个时间 时间上也是不允许的吧 反正淘宝店的话 我是不会开的 如果以后 大家这边有赞助啊 就是可以免费提供给我吃的一些东西 我可以给他 就是给那些赞助的人 包括粉丝 包括那个 啊 这个 这些淘宝店 啊 打个广告 比如说撑一下 就像有一期 某一期是那个 多多菲菲给我 就是说 以后会提供给我 这个免费吃的东西 啊 一些零食 我就会在这里 啊 本期这个 某某某赞助了 我这个零食 或者本期零食 是由CCC赞助的 对吧 默默大和兔小只 谁颜值高啊 当然是我的 当然他颜值高了 我这个颜值 除了搞个发型以外 虽然这个发型 我还是浪搞的 第一次搞这个发型 以前是 之前那个 我刚结婚的时候 是那边理发店 毛高 现在我自己乱弄 弄了一个 不知道什么的发型 就把前面抄起来 兔小只说 我前面抄起来 好看一些 嗯 但是他还是 他的颜值高啊 颜值太低了 我不抄发 我头发不抄起来 根本没有颜值的 兔小只和默默的 好辛苦 等号 碰个等号 这个符号 有点难读啊 这种同事 是很辛苦 我觉得 突压之比我更辛苦 行 因为上班族嘛 OL嘛 office lady嘛 上下班 两点以限 晚上还要 兼发型 他还 他还有兼职 还有自己的组织 然后我们就是 录视频 玩游戏 在录视频 玩游戏的过程中 还能稍微放松放松 因为上班的话 可能是 上班的话 可能就是比较枯燥吧 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虽然可能自己喜欢这份工作 但不是自己兴趣爱好的东西 可能做久了也会有枯燥 也会比较累 对吧 我相信很多的这个上班族 看我视频上班族 都是这样想的 除非这个工作 确实对你胃口 你感兴趣 那才不觉得会累 因为你感兴趣之后 会抵消这个累的一个程度 就像我先录视频一样 默默的 这视频一集可以赚多少钱 为什么二十多元都是亏本啊 默默的月薪多少啊 问号 让吐小指读的问号 好了 我已经给你读了好几个问号了 我看了一下 这个上一期 我大概到 就是二十 二十六号吧 因为我这几期视频是二十六号 我的可能是周末会发 二十到二十六号 我一共是上一期 就第八期吃那个面的 方便面那个 赚了六十一块钱 我都是公开的 大家都很明确 我赚了六十一块钱 然后上一期的面的话 其实我是打折买的 三合四十几块 然后不像这一期这个炒面 这个炒面我花了二十六块的 估计现在能回本了 但是包括这个设备啊什么的话 会本单就有点高 对吧 设备啊 一些桌子啊什么的 一个桌子就一百多块了 一集都赚不回来 我上一期只删六十一块 一碗面就算他 就算他 二十块好了 就算他二十块 因为他原价是二十块 我买的是快过期的 他原价二十块 然后卡洛比那个 鼠侠三兄弟 好像花了九块几 那就相对于上级来说 赚了大概三十块钱 很少 真的很少 能一集赚个 大概五六百 五六百那我就可以买更多东西 给大家吃对吧 可惜这个 最近这个确实赚的很少 比如说那个布丁那一期 我是赚了九十七块 但是一个布丁就八十几块 再加上葡萄 乌龙茶 那三个东西加起来 大概就一百四十几块 我那一集视频只赚了九十七块 除了那一集吃豆 吃那个恶心的豆子 这个为什么我一次恶心东西 看了那么多 吃那个恶心的哈利波特豆子 是赚了一百六 那个豆子三合我是六十块钱 就赚了一百块钱 总体从第一集到现在算下来的话 我其实 只赚了一点点吧 不多的 因为要买桌子 要买一些东西 还有那个 怎么说呢 一些设备 对 一些录制的设备 都是要花很多钱的 对吧 包括我这个搞造型啊 搞造型这瓶东西 花了九十几块呢 虽然是拓晓智出的钱 他说你搞个造型 我给你出个钱 好吧 那呢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 我和拓晓智 我们这个花的钱 在这个节目上啊 还是比第一期到第八期 包括第九期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钱 这个不知道了 这个要看的了 对吧 因为这个广告 你们看这个广告 就是幅度都是很大的 一会儿 这个一万点击 这个多少钱 一会儿一万点击又上升了 一会儿又下降了 很恐怖的你知道吗 这个很不稳定的其实 莫涵你可不可以试一试 火影忍者手游呀 很好玩 还有火影忍者 纠集风暴寺 路不路 问号 火影忍者手游的话 火影忍者手游的话 我还是不想玩 因为手游 都是土豪玩的 对吧 都是砸钱的那种 上去噼里啪啦 十万亿砸的 我砸不起啊 我这很 我是个贫困户啊 怎么打得起啊 还有这个 火影忍者的 这个纠集风暴4 这个游戏 因为我本人 不是火影的粉丝 我是海贼的粉丝 海贼王的粉丝 海贼王其实我觉得 看起来比火影 然一点 因为打斗啊什么的 上 火影就是 上去 嘴炮 回忆杀 回忆杀个五个六级啊 什么什么的对吧 然后海贼王嘛 就是上去 不说话 先开干干完再说话 这多么好 而且海贼王的回忆杀的话 都是可以把剧情 讲得更详细些 火影那个就是算了吧 就是各种回忆 各种回忆 也没什么好看的 而且火影我看到 多少集我就不看了吧 我又不知道 海贼我看到 400多吧 400多集吧 海贼看到400多集 还是300多集 忘了 300还是400集 反正看得忘了 看到黑地那边就没有看了 默默答什么时候录催化剂 问号 催化剂静置边缘催化剂的话 我看了下新闻啊 据说是跳票了 本来是5月底啊 还是5月26号 对5月26号它发售的 但是好像近期这个测试出来 但是我也没拿到那个催化剂的那个测试的那个激活码啊 希望有观众如果有激活码可以提供给我 但是有可能提供给我的时候 它的测试已经关了 EA是比较坑的 呃 PC或PS4都可以 但是最好是激活码别账号 然后呢 呃 它这个正式发售的时间改到了6月7号 我不知道EA会不会还再跳票一次 因为毕竟静置边缘这款游戏 嗯 有史以来啊 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款游戏 以跑酷题材的 第三人称的 画面又很好用到寒霜引擎的一个游戏 啊 这个我期待了很久了 一代我已经玩爆好几遍了 我也不知道玩什么了 所以说还是等它这个出来吧 呃 吹坏机的话 等到6月7号出来之后 我们下载完了 我会录的 好 放心好了 么么哒 吐小资子弄啥子呀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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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想小的呀 跳之是我的什么 是我的奶茶 因为我可以把它捆在手心里 大家好 吐小资图评论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车才会这样的 我们下车 Push 换五十四 months 我们下车